上海的街道怎么这么干净啊 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每次走在马路上 还是不禁感慨城市街道真的很干净啊 考虑到上海人口密度 这绝对是值得人尊敬的 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 绝对有利于外来人才的创新和拼搏的 整天生活工作在垃圾堆中 脑袋里很难有好的idea的 即使有也恐怕力不从心 生活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养分 基本决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每天的身体和心理能量 那你好奇上海的街道 为什么这么干净吗 人本身是惰性的 怎么就可以让每个人 自觉地保持街道整洁呢 养成一个不乱丢垃圾的习惯很难 也很容易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Atomic Habits提到 要想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行动变得容易不费力 如果还有奖赏更好 比如希望每个市民把垃圾丢在垃圾桶 而不是随手一扔 那么你需要把垃圾桶摆放得明显些 数量多些 不能几百米开外才有一个垃圾桶 上海就做得非常好 再加一句 上海城市的垃圾桶本身外面也很干净的 当然除了满眼的垃圾桶 不要忘记几十米内就有一个城市清洁工 他们工作真的很细致 脚脚落落都不会放过 一块的几个小时之内反复打扫 每次看到他们辛勤的工作 我就停下来看看 不知道看啥 就是感动于劳动的美好吧 如果这时有个城市的做法相反 没有太多的垃圾桶 政策仅仅是呵斥和罚款 结果是什么呢 说不好 也许街道也可以干净 但是每个市民是满怀紧张负重的心情又马路的 这样的城市干净的面貌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群效益 它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假如上海街道大部分人都随手扔垃圾 你很可能也会随大流 这其实也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在作祟 如果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自不必说我们跟随主流文化 跟随大众的喜好 但如果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和自己决定 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假如有一天上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 每个人也是随手扔垃圾 也没人管理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行我素 时间久了 街道上有垃圾成了我们的主流文化和意识 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就像我们出门都要穿衣服 从来不去思考要不要穿衣服 尽管我们的祖辈有不穿衣服的很长时期的 说到人群效益 如果利用好了 可以帮助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 比如你工作没有干净 那么和一群有干净的小伙伴共事 一定会让你变得勤快起来的 不信可以试试啊 俗话说要看一个人怎么样 看他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 好啦 有点扯远了 总而言之 仅仅是看到上海整洁的马路 就可以激发我很多感慨和感恩